超音鼠又大一歲了 所以Sonic Origins 在上年6月23日推出 自在慶祝Sonic生日 一年之後的同一日 加強版兼實體版Sonic Origins Plus 正式推出 所以自小玩世家大的我即買可也 所以為何你們還未買呢? 一起來想想 有關迷你遊戲機的資訊 YM2C 會一直帶給你 如果你能夠透過本片來投入到Sonic的世界 刺激你想像的 看完這條影片 才讚好留言、分享、訂閱和按鈴鐺 Sonic Origins 是超音鼠遊戲合輯 是超音鼠大電影大受好評之後 讀出來的 由於新粉絲大幅增加 製作人犯重龍 為了可以吸引新舊的支持者 所以想著將舊有的傑作融入現代的系統裏 加上Sonic Mania 證明了2D超音鼠的作品 依然有不少勇敢 正值Sonic生日時 令Sonic Team把握良機 令這個合輯得以免勢 這個合輯收錄了MD版 一代至三代 Sonic & Knuckles 和CD版 Sonic 1、2和CD 是基於Sonic Mania製作人 Christian Whitehead 所開發的Retro Engine 所製作的版本 至於三代和Sonic & Knuckles 就是闊別十多年後 才透過這個合輯來重出 由Head Cannon去開發 每一代 除了提供周年模式之外 還有經典模式和手令挑戰模式 連任何模式都有 周年模式 可以讓你在16-9的寬評下 去玩的 就算死了 我都不會沒有一條命 還可以讓你選擇Sonic以外的角色 Tales 和 Knuckles 等等 發揮更多的可能 至於經典模式 就是4-3螢幕顯示 如果所有的Stark沒有的話 會Game Over的原始玩法 至於這遊戲的金幣 就是讓你反覆挑戰Special Stage 都可以解鎖了插畫、音樂和影片 除了透過周年模式來收集之外 都可以透過任務模式來收集 達成目標就可以獲得了 當然這遊戲並不是收錄舊作那麼簡單 故事的模式是根據時間線去推進 由一代至CD版 一至二代、三代 同時加插了全新製作的2D動畫 連開啟也是 結果先前iOS、Android等版本 被體換成現有的版本 被玩家是不滿的 選不到心目中的版本 在Steam上的普遍評價是好壞參觀 那這個合輯還買得過呢? 當然可以啦 因為今次終於出實體版了 內附Plus加強版的DLC 可以比你玩得更多 除了可以使用Amy來進行遊戲 還可以體驗新版的minigame New Blue Sphere 難度更高 當然還有12款Game Gear的超音鼠遊戲 現有的玩家只需要買DLC 就可以更新到 記住喔 你所慢的版本 要和你主機的區域相符 抽回扣入特件 就是雙重封面和黑膠碟 那樣像膠杯戰 前者不單具備MD版時代的風味 狂乎返回氣點 後者除了可以讓你做擺設之外 數位後面的QR Code 看看發生甚麼事 原來啊 裡面有歌是IP10 這簡直就是另一個黑膠碟 盒裏面還有迷你畫插 操作說明 可以去越南昔日的封面 原畫之外 還可以讓你了解到角色專有的特技 內容比想像中豐富 畢竟這是2020年代 既然本合輯耗壞參版 當然也會有優點 首先經過10年來多過版本的推出 系列的可能性得以進程發揮 越來越多的主角可以參與每一代的作品 激化你想像 連昔日的隱藏關卡都得以面世 另外模式和遊戲都多 令本遊戲變得更加耐玩 再者 鑑賞模式一樣充實 無論是當年的畫作和設計圖 還是全新創作的影片都包括在內 正因為收錄了原作的說明書 可以說是擁有多套完整的遊戲 還有 當時今日除了視覺上的接軌 為了方便玩家 周年模式的金幣可以讓你反覆挑戰 Space Soul Stage 直到獲得寶石為止 相信 看不到真正的結局 是很多玩家的遺憾 這個不可以不提 初回購入特典 是充滿著昔日的情懷 可以帶你回起點 就算我有多喜歡玩Sonic 都要持平下 不應該忽視缺點 第一 沒有特別關卡的模式 直接進行寶石修行之旅 為真正的Ending 做好準備 以前SX版的Sonic Jam 可以讓你直接挑戰特別的關卡 看看 結果畫面的音色是多麼晶瑩通透 第二 Sonic 3 部份被替換的音樂 始終略順一籌 聽起來是難以令人投入的 沒辦法 恐怕版權問題是難以解決的 第三 價尾不算得上親切 大部份的遊戲 是無法直接返回主賽單 非要進入遊戲不可 原來 Game Gear 遊戲的 Star 和 MD 遊戲 變聲制是共通的 很容易會按錯 可能這遊戲是根據 Game Gear 按鈕的排位 而這樣設定 第四 經典模式 是不是真的這麼classic 又不是完全是 因為Sonic 2 並沒有選項功能的樣子 再隻Sonic & Knuckles的標題 不知道會不會再重現出來 總之本系列一出 舊版就玩不到 不算上學股 難怪會有玩家不滿 就算吧 我是生是死 都要一直說 我是玩世家的遊戲的大 先前Sonic Mania 是數位版的遊戲 其後它出了實體版的Plus 有新角色用 至於Sonic Origins 收錄的遊戲並不多 不善的地方都會有 我覺得總有一天會有實體版 還有我也要炸一下型 為何會沒有Game Gear 的作品 沒有32X版的Chaotis都算了 始終這些遊戲 並不是製作方考慮之列 果然 加強版的Plus終於出了 我心裏所想的終於兌現了 總之缺點 並不見得有什麼改善 起碼無雙大雅 起碼廠方肯透過DLC 和復古風的包裝 來展示他的誠意 由於購入的信心是有所加增 所以在此一致才定 非買不可 所以 為何還不買 這條問題 其實就是問你們 收看本片的你們 超音鼠都出過不知多少版本 我想你們都打爆了N那麼多次 開始錄影了 有些網上的評價 不見得很好 價面又不是那麼方便 難怪你們會有所卻步 下一集 將會為大家介紹 為你機界的青山仔 超音鼠 當你感到爽快又期待的 來表述讚好 留言分享訂閱和按鐘仔 幾個月之後 又有新作 沒有人能夠阻止 超音鼠一路向前 再次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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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集團 回答